《新人透視》 好,新人透視,我們又來了 下一集的新人透視 今天請到傑Sir和中大同學晶瑩 在我們的影室 沒錯,我們添食日 再請他們兩個嘉賓 很明顯我們換了衣服 哈哈哈哈 今天的主題很厲害 在十一月的時間 中文大學的崇基學院神學院 搞了一個神學日 請了五場節聖結會的 香港總監督五三行牧師 就是佛教院隔離很大的 樂富灣教會的那個牧師 一條條 牧師在廣道裡面 其實上網大家可以搜尋 不是我們屈他 在廣道裡面曾經說了一句話 就是這樣的,指見說出來 他就是這樣說的 為什麼現在請那些女牧師 女傳道的人都矮矮肥肥肥 腳粗粗不漂亮的 這樣是教會的羞恥 這樣啊,說什麼呢 還有一句話 他請人的時候 要獻給上帝一定要最好的 對啦 所以一定要美女才可以讀神學 上帝是最好色的 最好色的,一定要美女才可以 請阿齋老師來說一下這個神學 有沒有問題 首先呢 我都要認 你說到神學 我要認 我是罪人 我是男人 我都會喜歡美女 對不對 有時候可能心底會會想 咦,為什麼真的不漂亮 但是你不可能說出來 你真的很討厭 那會不會很誠實 要多誠實就說出來 是,你很誠實 但是你不可以用上帝的名字 說出來 你就說我是一個罪人 我是罪人 我就喜歡這樣 但是這樣是很錯的 你應該這樣嘛 你謙卑的就是要這樣 有什麼理由 你會不會說 我白我用牧師的身份 說這種話 獻給上帝是最好 獻給你看 你又搞神學院 你又獻給你看 你真的很噁心 做牧師做到這樣 是超級噁心的 有很多的討論 為什麼你會有一個感動 是射鞋 我用一些宗教語言 有什麼感動 有什麼感動 速使你寫這封信 其實不是感動 你是不是基督徒 激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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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牧師說的真的太過分 你沒有人對著一群信眾 你是不是利用他們的信量 然後說一些傷害他們的說話 很多信眾都是凡事看牧師頭的 你說這句說話的時候 其實是傷到他們的心 但可能因為你牧師 所以我會吞了你的口氣 吃了它 硬吃它 還有你的教導 不覺得有點偏頗 什麼叫做最好的獻給神 那你獻什麼神 你獻 你獻 喜歡看美女的神 若貌美女才可以獻給神 那是泰國四面法 我覺得不可以這樣 難道他們的樣子不好 就不是最好的獻給神嗎 而最恐怖的一件事就是 當牧師說 矮矮肥肥肥腳髒髒不漂亮 真的說得很像 好像 整個教堂的人在那裡笑 你聽到錄音 是啊 你聽到錄音 我相信那裡笑那群人裡面 一定有些人會覺得傷害 如果我可以聽到 我也會覺得傷害 但不明白為什麼會整群人都笑 但我覺得不可以以說笑之明 我可以給你一個背景 我相信香港的教會 那些姊妹太順良 很多人都不敢反抗 如果不是立刻有人拍桌子起來 指著他 指有篤鼻罵你去死 然後走 是不是 你怎麼代表上帝 你這樣說話 其實有好幾個人都想拍桌子 不過問題是 如果我們坐在一群就糟糕了 那就是未是 不可以自己去做這件事 對 即是未行 而且大家都很習慣 用這個角度去看女性 那變成內化了 內心裡面覺得 對呀 都是合理 大家平常人都是這樣看 講一下色笑話 對呀 但是 但是 除了講場合 除了牧師身份 我覺得很棒 還要講一句 這個是很 就是我作為男性 我都覺得要自我反省 不是說我不需要反省 不應該從這個角度去看女性 對呀 女性不是一種換物 不是我們一個花瓶 我們欣賞 應該是甚麼標準 大哥 你現在不單是讀神學院 任何哪一行都不應該用 尾 所謂你講的尾 又粗不粗 請人都要請美女 即是甚麼社會 甚麼價值 甚麼道德 如果那些這麼犯道德的光明社 嗯 是不是 大哥 我覺得你應該要出聲 對呀 明光石 一定要出聲 對呀 明光石 一定要出聲 對呀 明光石 一定要出聲 對呀 找蔡智深幫幫忙 對呀 他這樣勇 平時說五區總辭 說甚麼 罵平性暖頭都這樣勇 對呀 現在這樣去侮辱女性 我覺得民主黨王勝志 也應該應該 對呀 王勝志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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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就似為基督徒議員 對呀 還有梁美芬 對呀 陳茂波 麻煩你全部都出聲 陳茂浩 對呀 全國香港社會這班所謂的基督徒議員 是 怎樣看這件事 特別是梁美芬那些是女基督徒議員 是 即是很消費主義很資本主義 就是把女性設定一個某一個形象 一種的價值呢 即是外表價值呢 先是符合那個入職的要求 要讀神學或者做牧師 當然大家留心 整個資本主義社會 對女性其實在這方面 其實是很貶低的 沒錯 基本上就是 將女性作為一種消費品 所以就算用一個女性做某個工作的時候 一定要看看 你的樣子怎樣 還有你要在那邊增值 所以是否搞這麼多的瘦身 簽體 美容行業 令到女性要增值 如果增值不到 麻煩你過著 麻煩你去做一些低級的工作 但是我知道崇基神學院那邊 那些同學生都寫了封信給 五山河 五山河牧師 他的回覆就叫大家應該要有受教的心 以及應該要看他的教育 整個那篇圖的大框架 不應該找一兩點去看 誰叫人有受教的心 五山河 是啊 福番崇基的學生說你們要有受教的心 你聽那篇講道要聽那篇講道的正義 就不要在一兩句說話那邊浸著 是不是意思 是 頂 哈哈 就是這些 就是你問我 我是神學家 不過我也要說頂 是不是 神學家可以說粗口 是 當然可以 寶羅也說過接近粗口的事情 我們不要說粗口 有些人會去爭 有些人會去爭 寶羅沒有說過粗口 但他有一句說 我宜德那幫人淹了自己 其實有一句這樣 是自己去找 其實你要回來 就是 什麼為之受教的心 如果在神學上說 當一個牧師或者信徒都好 任何人站上講壇 他講的講道 如果照巴特的神學 他就是代表上帝宣講 但是呢 是要他真的那個內容 代表上帝宣講 那個才是上帝的宣講 而不是說 我站在這裏 我說這個位是代表上帝宣講 我就是上帝宣講 你們那時候去過那個什麼 大球場的祈禱會 都是這樣 對著他 那幫人就說 他代表什麼 代表基督 出場 那個主持人 直接下班 他這樣的神學 如果在我底下 一定不合格 一定要反不合格 直接是要退下 就是要走 因為你完全是反基督教 現在這個問題是一樣的 你五山河 憑什麼資格 叫人用受教的心 聽你一些 反基督的說話 可以說 你反女性 其實你現在不是就是反基督 就是在這個地方 你不是把基督對女性的愛 釘在十字架上 那你為什麼 似為一個牧師 你為什麼可以叫人受教的心 你這些叫做用權威壓下去 因為在香港的福音派教會 很多這樣的傻人 是受這種壓迫 他們是完全不懂得 反國 什麼叫做真正的神學 什麼叫做基督教耶穌的精神 現在真的很嚴重 就算你現在全部福音派都爭了 我也要這麼說 因為這個是上帝說話的問題 現在上帝的說話 不是讓你這樣用 如果你這樣用 你就將人的說話 代替上帝的說話 嚴格來說 如果你犯第一屆 你自己代替上帝 是 那我們現在其實可以 從平基會的角度 從他五場節聖結會 世界五場節聖結會的角度 寫信去 對 即是他沒有聖靈感動 他簡直是魔鬼感動 說這些事情 是嗎 平基會的角度 更加不用說 但是我現在特別要強調 用基督教的角度說 你是反基督的 你這樣做法 我們不如下一節回來 繼續講一下五三項目思思 講多節嗎 當然要 好